现在的小情侣呢 洗个鸳鸯玉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这大冬天的还少慎之又慎 以下这对小情侣就洗鸳鸯玉 洗到双双煤气中毒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更加令人唏嘘 15号凌晨 广州增察路附近的一栋居民楼六楼 突然就传出急促的敲门声 敲门声很大声 然后我就不清楚 一点多了 差不多一点多 不久后 正在楼下值班的陈叔 陈叔就看见一男一女急匆匆的冲到楼下 陈叔这才知道楼上出事了 陈叔这才知道楼上出事了 陈叔就开门 后面有个女的就来 叫救护车那些人上去 女的那个就是跌了头啊 陈叔那个就呃呃呃 附近的街坊说 出事的是住嘉胜楼604的租户 出事的少女叫小婷 当天晚上她和男友一起冲凉 但是冲到一半 两个人就同时没气中毒 不省人事 他里面还住了两个 另外两个人嘛 可能敲了半天门 门没开 再等了很长时间 觉得不正常嘛 在他门进去的话 就正在中毒了 事发后 两个人都被送到陆军总医院抢救 小婷男朋友经过抢救后脱险 而小婷就因为抢救无效死亡 小婷的家人说 小婷今年只有17岁 她的意外 让她的爸爸妈妈伤心不已 但是更令他们心寒的是 小婷的男友 在出事后的第二天 就一声不吭的走了 就连一起租房的另一对情侣 也不见踪影 而一线记者今天去到出事的单位 发现大门已经被查封 房间里一片狼藉 只剩下一些衣服裤子 出事的冲凉房 更是凌乱不堪 那透过这个窗户呢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当时出事的这个冲凉房 那靠近这个窗户呢 还能闻到里面是飘来 正正是类似煤气味的一些意味 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煤气瓶上面的煤气管的铺设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随便跟简陋的 那这个冲凉房里面的煤气管呢 甚至是裸露的 就像放在了花洒旁边 小婷家人说 案件已经交由警方处理 但是到底小婷为什么会煤气中毒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 有太多的问题 他们想问个清楚 有没有搞错 女朋友都中毒死了 这小伙不但不帮手 还要走到连人影都没有 遇到这种不负责任的人 真是做鬼都冤枉 而且呢 这小姑娘才17岁 做家长的可要记住 教育孩子 安全教育永远是第一位的